中国长征8号摇2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升空 再创中国航天发射新纪录 一箭22星蕴藏着哪些黑科技 2022年2月27号11时06分 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厂 使用长征8摇2运载火箭 成功将22颗卫星发射升空 创造了中国一箭多星的新纪录 这次运载火箭的发射升空 也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 对一箭多星的航天技术充满了好奇 是不是发射的卫星数量越多 国家的航天技术就越好呢 一箭多星证明了在航天领域 是否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 中国此次的一箭22星都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箭多星这项航空技术 确实存在非常大的难度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掌握一箭多星技术 目前只有美国 俄罗斯 欧洲 中国 印度 日本 这几个国家的航天局有一箭多星的能力 但卫星数量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想要一次发射多枚卫星 还要百分百成功入轨正常运行 这对航天技术要求就非常高了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项目 就是那个预计在2024年之前 在太空搭建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 提供互联网服务的项目 在近年来就频繁地将卫星发射到太空当中 并且大多都是通过一箭多星的技术来完成的 去年3月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列英9号变下火箭 携一组60颗星链互联网卫星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 在5月又发射了60颗星链卫星 那这么说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在一箭多星技术领域 是中国航天局的三倍还多了 所以光判断同时发射多少颗卫星的意义不大 得根据发射卫星的种类和功能来判断 其实中国在上世纪就已经掌握了一箭多星的航天技术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20世纪60年代 中国国务院总理指示 中国不仅可以搞导弹 也可以搞火箭和卫星 还可以搞洲际导弹 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就根据这一指示 下达了701工程 这一工程的主要任务就是 研制运载火箭和卫星 运载火箭命名为风暴一号 卫星命名为长空一号 其中风暴一号就是中国首次一箭多星的运载火箭 不过中国航天领域在研究一箭多星技术的过程中 也不是一帆风顺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 研制风暴一号 四年的时间里 风暴一号的数次飞行试验从未成功 换句话说 风暴一号根本飞不起来 直到研究的第五五年 风暴一号成功发射长空一号卫星 卫星质量1107千克 是当时中国发射成功的最终有效载货 这一次的飞行成功给航天科研人员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决定将继续深入研究一箭多星技术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迎来了首次的一箭多星发射 据了解当时风暴一号火箭携带了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从九泉卫星发射基地起飞 火箭一级二级主机工作正常 但在滑行段飞行中 游动发动机推力下降 直至起飞后297秒自动关闭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因飞机姿态失稳在空中自毁 这次的飞行试验虽然失败 但却给航天科研人员们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1981年9月20号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再次点火起飞 经过了7分20秒 时间二号系列的三颗科学试验卫星 按照设定的程序逐一与火箭分离 进入各自预定的轨道 一箭多星的发射终于获得了成功 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 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 所以中国在上世纪就已经有了发射一箭多星的经验 这次的长征8号摇二运载火箭一箭22颗卫星 之所以能够发射成功 与40余年来 中国航天领域的技术经验积累分不开 一箭多星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以同时入轨的方式 另一种是以先后入轨的方式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一箭多星的发射 基本上都是使用的第一种方式 也就是发射多枚卫星处在同一轨道 像去年美国星链计划的一箭60多颗卫星 只要接口标准统一而且卫星足够小 加上运载火箭性能良好完全可以做到 这里有一个重点 卫星足够小 现阶段世界各国的航天技术里 卫星制造水平肯定还达不到很小体积的卫星 具有多种功能 所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近年来一箭多星发射的卫星 基本上都是功能简单 种类单一的小卫星 其主要功能就是支持网络适配 虽然看上去一箭多星很厉害 但其实性价比并不高 如果单纯按一箭多星的卫星数量 来判断航天技术的话 那印度的航天技术比美国都要强上不少 早在2017年 印度就发射了一枚携带104颗卫星的运轿火箭 打破了多个国家的航天纪录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 单次发射卫星数量最多的国家 不明就里的人们也十分吃惊 印度的航天技术水平 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 可以一次性发射104枚卫星 要知道当时世界纪录 还是俄罗斯的一箭37星 这一下子多了将近三倍 但在印度一箭104星的新闻发布没多久 就遭到了西方媒体的一众嘲笑 讽刺印度是在太空中撒了一袋土豆 最了解 当时印度发射的运载火箭是 PSRV C37火箭 该火箭的地球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 只有1.42吨 发射的104颗卫星中 有一个730公斤重的大卫星 其余103颗卫星总重 只有712吨 算下来 单个卫星重量达不到7吨 这就是属于纳米卫星 所以印度这次的一箭104星 就是单纯的笑话 并代表不了航天技术 中国长征8号此次的一箭多星发射 就与美国的星链计划大不相同 其实以卫星先后入轨的方式 这种方式对运载火箭的要求就非常高 运载火箭在进入初始轨道之后 还需要具备变轨能力 常规的运载火箭肯定是不具备这一技术的 但在观看这次的长征8号 摇2运载火箭升空的画面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摇2与2020年发射的第一枚 长征8号运载火箭 外观上非常明显的差别 一看就是经过了改良的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这次的一箭22星火箭发射任务 采用的是中国新一代中型中低轨道 两极液体捆绑式的环保型运载火箭 使用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 燃料燃烧后也只会产生水 真正做到了无毒无污染零排放 当然环保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长征8号摇2运载火箭的 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达到了三吨至五吨 运载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此次火箭发射的科研团队 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到 由于每颗卫星形状各异 且有多个卫星尺寸较大 在设计时 为大小不一的卫星 提供了三层的空间 完美地将22颗卫星 装进整流罩中 所以此次火箭的成功发射 既检验了新构型的协调匹配性 又降低了研制成本和周期 极大程度地解决了 如今中国作为航天大国的迫切需求 并且根据相关人士分析 这次的一箭多星发射 也是为了反制美国多次 抵径中国空间站的行为 而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此次发射的22枚卫星中 大多是比较复杂的功能性卫星 并且目前只公布了15颗卫星 还有7颗卫星不方便投入 说明这7颗卫星的功能要更加复杂 整体也会更加坚进